好 那我们就可以切回到首页 我们有一些援进都做好了 像这个就是公告 档案柜 清单 清单就是这个 我们都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按编辑 那我们可以把配置选择 三男士的 三男士的就点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三个呢 要插入我们想要的元件呢 就插入 第一个就插入这个 最新的文章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插入 最新更新的档案 好 第三个呢 我们就插入 好 最新 最近的清单项目 好 这我们就要看储存 那这样子呢 他就会把你刚才做的像那个 公告啊 或者说你最新清单 最新的一个档案呢 都把它放在你的首页 那只要有人连进来 就可以直接在你的首页上面去看到说 最新的一个公告是有哪些 最近的档案有哪些 就可以让学生下载 好 最近的清单 好 完成的一个清单 是有哪些 就很方便的 就可以在首页里面看得到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试看看 就是进入到首页之后呢 然后编辑页面 选择配置 配置 然后选择三栏式的 就是一二三三栏 然后再针对这三栏呢 插入最新文章 还有最新档案 还有最近的清单项目 做完之后你按储存 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了 就是最近的公告 最新的档案 还有最近的一个清单项目 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当然人家进来一看到就可以看到说 哎 就有哪些最新公告啊 最近的档案 还有最近的一个清单项目 就很快就可以明了了 好 好 给你们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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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